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许多在做M.2 SSD固态硬碟厂商 在铺垫概替请YouTuber来测试和推荐 但仔细看了一下 原来推荐的M.2 SSD颗粒都是用读取比较慢的QLC颗粒 如果你在早期和我一样买过QLC颗粒的M.2 SSD来用过 你一定都有被它写入速度慢到比传统HDD硬碟还差给吓傻 怎么会花M.2 SSD固态硬碟的钱 买到一支大容量慢到不行的USB随身碟来用 所以有不少观众会在影片下骂QLC颗粒真的不行垃圾等级 但事情也过了那么久了 时代科技也一直在进步 我想现在QLC颗粒M.2 SSD读写速度应该有提升不少才对 不太可能还在继续原地踏步 白烂不前不求进步 所有把其他YouTuber推荐介绍的QLC颗粒M.2 SSD 测试资料在整理下来分享我的看法 让大家可以减少踩点超链的产品 那我这里整理QLC M.2 SSD测试资料 都是以1TB硬碟空间容量为主 我个人也强烈建议你 再怎么没钱也不要买500GBQLC M.2 SSD来用 因为现在QLC M.2 SSD的快取空间 都是拿里面的M.2 SSD硬碟空间来模拟使用 光用500GB来安装系统后 再放几个资料和游戏存档 就差不多快要去了一半的硬碟空间 SLC的模拟快取空间根本就不够用了 当在读写时不用一分钟 就马上打回USB随伸碟超慢速度 那首先是在YouTube广告打最凶的 美光P3 Plus 1TB M.2 SSD 它的读写速度有5000和3600MB每秒 到目前截稿时间 它的售价只要1850元 还卖到缺货 真的是大家骂归骂 身体还是很老实 都下单抢便宜入手 另一支原本是Intel储存部门 而转卖给韩国SK海力士 而成立新品牌Sony Dye P4E Plus 1TB M.2 SSD 它的读写速度有4125和2950MB每秒 在解稿时间售价为2388元 这阵子有降价便宜一些 这两支都是采用PCIe 4.0NVAe Rainless支援HMP功能 所以拿这两支一起比较是再好也不过 那首先是在Crystal Disk Mark 读写测试 两者在空盘0%基本连续读写都可以测到比官方标示速度还要快 而在4K Q1 T1的表现都在PCIe 4.0NVAe SSD水准里 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 测试 最后得分是P3 Plus 有6092分 而在P4E Plus 则是有4052分 这样比较起来还真的是做记忆体大厂专家比较厉害 足足超过有2000多分 而在IoPS分数也是P3 Plus 表现比较好 接着是来看大档案读写测试部分 我们使用Ida64 Disk Benchmark 做全盘读取测试 可以发现两者在读取速度表现都很好 在P3 Plus 读取有5813MP 每秒 而P4E Plus 读取有5538MP 每秒 这种水准已经和TLC颗粒能平起平坐了 可是当我们换成全盘写入测试 就差不多是QLC颗粒要打回原型变超慢速度的表现 首先是在P3 Plus 开始写入速度大约有3467MP 每秒 但在快接近30%时 SLC快取耗尽后 写入速度直接掉到只剩75MP 每秒 完完全全打回QLC颗粒的原型姿态 也就是说P3 Plus 的SLC快取空间 大约有300GB 大小 只要你储存档案不要大于200-300GB之间 它都不会出现写入掉速的问题 而在P4E Plus 再开始写入速度 大约有2821MP 每秒 但这次更快 在10%后 SLC快取耗尽 写入速度直接掉到160MP 每秒 所以P4E Plus 的SLC快取是少了一点 大约只有150GB 大小 如果你常常用它来储存档案 超过它的缓存空间 它是直接会变成一般传统HDD 机械式硬碟一样的速度 但和P3 Plus 只剩75MP 每秒 比较起来可能会好一点 而两者在测试过程中 都是使用主机板附的 M.2 SSD 散热片 两者温度大约都在55度上下波动 真的是不错的温度表现 放在笔记型电脑里面使用 也不用担心标高温问题 那最后从成绩比对上 我们应该选哪一支 QLC M.2 SSD 来用呢? 如果你储存档案大小在300GB以下 又要求能快速写入档案 节省等待储存时间 那P3 Plus 会是你首选 不用再考虑了 那照我上面这样说 P41 Plus 就不用混了 完全不值得买 嗯...不对哦 你误会了 P41 Plus 是适合有耐心等待稳定写入储存的人用的 虽然说它的SLC 快取空间才150GB 可是它的缓外速度 还有150-160MB每秒 是在比P3 Plus再快了2倍速度 可以像传统HDD机械式硬帖 在稳定中把档案写完 讲白话一点 其实P41 Plus 是适合储存档案大过300GB的人用的 但我也必须提醒一下大家 QLC M.2 SSD 是利用本身储存空间 在做SLC缓存模拟 如果你已经把档案储存 占用到它的缓存需求大小 它的写入速度 可是会慢到让你无法想象的恐怖啊 所以再三告诉大家 千万别买500GB的QLC M.2 SSD来用 你的缓存空间真的非常的不够用 如果你真的只要500GB做系统叠用就好 那就请你直接买PCIe 3.0的TLC 颗粒 M.2 SSD来用 老实说 在一般使用下 真的感觉不出PCIe 4.0和3.0读写速度的差别 只有在SLC快取用尽后 才会影响到你的电脑使用效能 让你感到电脑非常的卡到想把电脑砸了 我也知道大家对QLC 颗粒 M.2 SSD 很反感 但必须告诉大家 这是无法避免的 盖操换代的事 厂商永远是一赚钱 求更低的成本为目的 能用更便宜的成本赚到更多钱 为何不做呢? 所以你只能早点做好准备迎接 和了解QLC 颗粒降速后其中的奥妙 才不会让你卡到爆的读写速度慢到不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对QLC 颗粒 M.2 SSD 有不爽的地方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也请多多帮我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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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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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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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